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党直派 他们都很难用权力 不管是党直派他们掌控党 要用党来开除 你肯定不能这样子做 因为是越权的 你要你开除这些这么德高望重 在党也几十年的领袖 你没有党员的支持 你哪里可以过关 同样的首相 其实他有权力可以冻结巫统的领导层 很容易的 因为要找借口是很容易的 说你们这个报告没有做好 那个报告没有做好 就像之前对付土团党 在2018年之前对付土团党 不要让他们用他的旗帜上称 然后要行动党重新举行选举又举行选举 冻结他的领导层 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所以其实巫统大会是主战场 但是这一次的巫统大会波然不惊 两方都很克制 等一下我会讲 除了这一点 还有在巫统大会之前 不久他们才大胜了柔佛周选 赢得非常漂亮 结果他们也没有用这个气势来在巫统大会 做出一些破格的决定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决定做出来 然后柔佛周选 柔佛苏丹选了一个 不是巫统一直在宣传 一直在欢呼的人 也就是哈斯尼做大臣 在这一次的巫统大会 虽然Zahid有讲 我会解释 但是结果也没有 他只是在大会里面讲 我们就好像网购一样 你买了一个东西 收到另一个不同的东西 要知道是巫统的代表 是直接背歌这次的会议 我们不参与辩论 因为你们不尊重 我们柔佛周巫统 可是巫统大会也没有针对这样子丢脸 这样子不应该 这样子让巫统无法跟选民交代 Zahid自己都说 你网购买A东西给了你B东西 这个就是诈骗 如果你网购买到这样子的东西 你要去报警 你要去退货 他不给你退货 你就报警 我被骗了 我买iPhone 我买苹果电话 iPhone你给我苹果 你吃的苹果 那我一定要去报警 可是这样严重的问题 巫统大会也没有解释 所以这是一个波兰不惊的大会 是一个波兰不惊的大会 我刚才有讲到 其实官职派跟党职派 在这一次巫统大会 非常非常的克制 两方都互相给对方尊重 两方都互相给对方下台阶 大家有没有发现 党职派这边 也就是Zahid他们 他们在这个大会 虽然他有一点 好像没有那么尊重 首相拍照你站旁边 然后红毯 你也走到旁边 像诚哥所讲的 但是你是副主席 我们中间是给前主席 纳吉跟Zahid 沙比里也没有拿这个来讲 其实更丢脸的是在巫统 宣布胜选的那个晚上 在柔国中 Zahid是给人拍到 拍掉首相的手的 首相要牵他的手 他拍掉他的手 然后把纳吉拉过来 把首相挤去第二台 其实那个更丢脸 但是这次巫统大会 他们没有太过的 刮对方的颜面 而且两方都非常非常的克制 你看官职派Zahid他们 他们是说 他们很想大选 我们都知道 尤其是Zahid 纳吉他的命运已经是定了 因为他已经是有罪的 所以早大选 其实纳吉是不能上阵 真正一直想要大选的人 是Zahid 因为他还没有被定罪 他已经差不多要被定罪了 因为他的表面罪已经成立了 所以可能未来几个月 他就会定罪 所以他是最急的 可是你看Zahid在这次巫统大会 他说 我们尊重MOU 首相已经跟西蒙签署了 谅解备忘录 所以我们尊重7月31号之前 我们不会逼迫首相来大选 看到吗 他给了他尊重 哇一身戴眼镜啊 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儿子来乱录一下 他叫我看他戴眼镜 Hello Fansom哦 上去玩 所以你看 他们虽然 这个是他的主场 可是巫统的党职派 他们还是给了首相尊重 同样的 首相Zahid 他在这场大会 他也一样是给官职派尊重 他说 我其实等不及要解散国会 我很想解散国会 但是 解散国会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 我们要跟其他的盟党谈 然后我们巫统 当然想要大选 所以我们会五巨头 巫统里面的五个巨头 来商讨大选的日期 这五个巨头是谁 这是主席 树里主席 还有三个副主席 Sabili是其中一个副主席 看到吗 双方其实都在互相给 对方台阶下 都没有把这个唯一的战场 其实是解决他们的纷争 到底巫统应该有首相 还是主席来领头 唯一可以解决他们纷争的战场 也就是巫统大会 好不容易举行 隔了这么久 一整年之后举行的巫统大会 他们竟然都没有拿来开战 所以这次的巫统大会 绝对绝对是反高潮的 那为什么两方会这样子 互相给对方台阶下 互相顾对方的面子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双方都知道 双方是离不开对方的 官职派不敢砍了党职派 党职派也不敢砍了官职派 因为他们互相依赖 虽然为了各自的利益 都想把对方给掐死 但是在现实面前 让他们不能不低头 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 因为不管是Zahid 不管是Sabili 其实强的都不是他们自己 不是他们给自己力量 他们的力量是哪里来的 他们的力量是巫统这个精致招牌 我讲了很多次 巫统之强是强于基层 巫统之强不是强于领袖 台面上的领袖 你把它全部换了 你换一批新人上来 巫统还是一样可以赢大选 马六甲 巫统派了80%的新人 柔佛 巫统派了70%的新人 全部大胜 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不管是Sabili 不管是Ama Zahid 他们都很明白 我强 因为我是巫统的 所以如果你贸贸然要 大动作来砍对方 你可能会赢 但你也可能会输 但不管赢输 你伤到的肯定是 巫统这个精致招牌 巫统这个精致招牌 一伤到 那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 所以现在巫统的情况 其实就像两个 有核武器的国家 像俄罗斯跟美国 英国法国也是有核武器 跟俄罗斯一样 大家都有核武器 大家都不敢拿出来用 因为这个东西丢出来 我们大家都吃不了兜着走 我们大家一起死 世界末日 所以核武器 其实就只是一个 威吓性的武器 是拿来吓人的 不是拿来使用的 跟现在巫统的情况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他们在处于一个 恐怖平衡 因为我们都不可以 伤害到巫统这个精致招牌 我们也不敢贸贸然轻举妄动 因为很可能会伤到自己 两败俱伤一起死 所以就是巫统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这个是这次巫统大会 最显露出的一个情况 然后最后说一说 刚才陈哥有提到的 就是巫统这次大会 还有一个看点 就是又回到了过去 那个党政不分的巫统 巫统可以党政不分 因为他是最强势的政党 过去60年巫统大会比国会还要重要 因为巫统大会 巫统党选 他决定了谁做首相 谁做副首相 谁做内政部长 谁做财政部长 而不是国会 是巫统来决定 所以以前的巫统大会 重要的政策 全部都是在那里发布的 你看这样子错误的事情 在这次的巫统大会有一点回魂了 陈哥刚才有提到 这个冻结 前夫的银行户口 如果他没有给你三两倍 还有产价提高到三个月 还有最低薪金制 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在巫统大会宣布的 沙比利 你凭什么在巫统大会宣布 不关巫统大会的事吗 你可以在国会宣布 可以在政府宣布 所以很明显 他们自视自认为 我们已经回到过往 那个无所不能 由我们来定义政府的时代 这个就是巫统现在的看法 也是从这次表露出来的 巫统又回到他那个死刀了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 下回见